那么元旦过后呢 猫熊宝宝圆仔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下礼拜一就会开始见客 而因为到时候人一定会很多 所以呢看圆仔要拿号码牌 每天最多有19200人次 再过7天的圆仔就要见客 为了不让基隆的黄色小鸭专美于前 北市府成立的圆仔行销小组 已经打造了圆仔公车 捷运和猫懒 目前已经有20多项商品 申请了圆仔图案通过核准 预计可以在明年1月6号开始 与童仔一起同步亮相开卖 圆滚滚的银亚一见到新玩具枕头君 立刻来个大拥抱在地上滚来滚去 我们希望说1月6号我们在开始 可以开放参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希望说大家都可以看到 银亚非常活泼的景象 所以陆陆续这几天我们都提供了 不同的玩具给它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大布袋 咬住枕头的一脚 玩得四脚朝天 萌度瞬间破表 平常营亚老师跟着妈妈 母女感情超好 现在营亚自己玩得这么忘我 妈妈还特地走过来看看 可爱的小宝贝到底在干嘛 我们给她的这些高身饼干 红萝卜 她都会甚至竹叶 她都会一个一个去探索 去啃咬 然后我想她也是在学习 她自己一些咀嚼的能力 跟着妈妈去学习 然后一些动作我们会发现 都跟妈妈非常的相似 不只会咬东西 营亚的食量也越来越大 越长越大颗 再过几天 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 元气满满的营亚 余天TV前天群众和报导